抢得来别人的老公未必抢得来别人的幸福 这就是小三福镇之后最大的引诱 众善因结善果 众恶因结恶果 俗称报应 这个被图雷老师说是小三的女人叫小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能用报应这个词来形容呢 故事要从小薇和他目前的男友小田的相识说起 因为一个同事的生日party 小薇结识了小田 我们就是挺聊的来的吧 他对我也有点好感 我觉得他是人挺不错的 然后也照顾我 在我们认识了半个月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确定了恋爱的关系 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小薇特别的高兴 两人如胶似漆的甜蜜了四个月 发生了一件事打破了这样的美好 大概四个多月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发现自己怀孕的小薇非常的矛盾 一边庆幸自己很快就要当妈妈了 一边又苦恼还没有结婚 如何能先有孕呢 还不知道小田愿不愿意娶自己 小薇整理好心理 主动向小田提出结婚 他提出来结婚 然后想让他去我家里提亲吗 可是这时候 他居然告诉我 他还没有离婚呢 这个消息对小薇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小田是小薇的初恋 本应该甜蜜的爱情 怎么就糊里糊涂的变成第三者了呢 出肠爱情的小薇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接受不了嘛 我就提出来分手 孩子孩子你跟他提出分手 小薇虽然心里很爱小田 但不能作为去插足别人婚姻的借口 就算心里在伤 小薇也决定放弃这段 本不属于自己的爱情 首先就是去医院解决掉孩子的问题 说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我们俩不分手了吗 我想这样的感情如果发展下去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听到小薇自己一个人去医院做人流 就连主持人都为小薇抱不平 让小田必须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前妻她不能生育 然后对我们也已经 可以说就是只是一张纸的关系 原来小田的妻子有引急 不运症让小田永远失去当父亲的权利 可是就算妻子不运 也不能作为可以出轨的理由 伤心欲绝的小薇无缘无故的成了小三 也只能自我疗伤 打掉那个孩子以后呢 就是在我休想身体的时候吧 然后她就回来了 她告诉我她和她前妻已经谈妥了 谈妥是什么意思 然后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 速度真快啊 可是孩子已经没有了呀 为了能当上父亲的小田 依然跟妻子离了婚 想要跟小薇结婚生子 这如意算盘本来打得挺好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孩子已被小薇留掉 本来非常憎恨小田的小薇 看着对自己照顾有家的昔日爱人 心又软了下来 她呢 就对我 细心的照顾 然后买在买那了 当时呢 我心就软下来了 然后 我就原谅了她 两人在一起之后 没有了曾经的甜蜜 因为有了过去的欺骗 两人始终都有一层隔膜 本来就小心翼翼的爱情 又起联播 可是没想到她现在又骗我 有一天 小薇高高兴兴的在厨房为男友做饭 刚下班的小田 直接就冲进浴室去洗澡了 恰好此时 小田放在客厅的手机响了起来 小薇顺便出来咔了一眼手机 结果就看见一个野女人给她发的信息 当时呢 我就特别的生气 但是呢 我就没有吭声 我就想看看她到底这会儿想耍什么花招 嗯 经历上次的欺骗以后 本来小薇心里就有一个疙瘩 这才平静了几天啊 男友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这次小薇决定按钉不动 结果她一洗完找出来呢 就看了那个信息 等我在看的时候她已经删掉了 男友的举动更让小薇怀疑 本来信息就不清不楚 男友又看后马上删掉了 这里面一定有事啊 而小田却解释说根本不认识那个号码 的确不认识那个号码 我也没见过这个号码 我就把它删掉了 肯定我觉得是发错了吧 怎么可能发错呢 别人怎么没给我发过这种信息呢 为什么一到你这儿就会有这种信息 对啊 你可以告诉我对吧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删掉 我当时也没想到你会看 然后我想哎 发错了 就不要大家都误会 然后直接给删掉了 然后真是冤枉了人家 绝对不可能 不是我冤枉他 这本来就是事实 这半年以来呢 他一直就不安分 总在外面沾挖惹吵的 男友的回答小薇 根本就一字不听 一举不信 不过说来也是 如果是陌生信息 为什么看后 马上删掉呢 这个举动是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半年前 小薇去菜市场买菜 本来心情非常好 却不想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打破了一切的美好 然后我一接电话是个女的 当时她就自问我 就对我示威嘛 嗯 她说 我和小条上在一起 已经好几个月了 叫我不要老爸在那位置 还叫我赶紧滚蛋 有一个如此花心的男友 小薇也真够累的 过去不管是无心 还是友谊小薇 已经做了别人的小三 这次难道又跑出来个小四吗 越想越气的小薇 马上给男友打电话 让她回家 可是等她那天回到家的时候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小三上位 然后又被小三 这小田到底是有多花心 难道除了小薇 她外面还有人吗 而小田对电话的解释 却是 我想的话应该是我前妻 她有这么无聊吗 她这么做肯定是故意的呀 她觉得 哎 你们俩在一起 我不能跟她好了 我要破坏你们的感情 所以她打个电话给你 然后你也不会清楚早白 你就来质问我 可不人家很受伤害啊 这莫名其妙 才是她买菜 当时我就跟她解释清楚了 她解释有用吗 她每次都是在那边瞎话 我怎么边瞎话了 反正我就不相信 当初因为小薇怀孕 小田想都没想放弃了妻子 如今前妻来报复 也让小薇常常被别人 抢走爱人的痛苦和猜忌 真是应了那句话 不是不报时候问的 不管男友如何的解释 小薇都不相信的 去年过年 小薇回到父母那里 为了能好好地养身体 特意请假 像在娘家多住几天 也为不放弃小田 刚过初时 小薇就回到两人的住所 我回去之后 就是一进家门的时候吧 打开门我一看那 就不对劲你知道吧 啥呀不对劲了 那房子里都香喷喷的 因为平时她也不喷那么香水什么的 而且把房间打扫得还特别的整齐 这不像是你家 不像是她 我就想洗个澡 然后好好睡一觉吧 嗯 结果我就在浴室啊 发现了那么藏两根 这个戴婶的头发 戴婶的头发 这头发一看就不是我的 浴室里的两根染色的头发 让小薇内心着实不安 自己提前回来 没有告知男友 太无法无天了 竟然把女人都领家里来了 而小田对头发的解释 却是朋友们在家里一起打牌 几个朋友带她女朋友啊 什么老婆什么就过来了 那我问你 我没有回家这段时间 就是家里有没有来过客人或者朋友 那你为什么不说呀 你不是不喜欢我打牌吗 当时吃完饭天也还早 然后给几个朋友就一起打会牌吧 她女朋友可能就去 我们家中间用了一下 可能就掉了几根头发 小田的解释也算合情合理 毕竟头发掉在哪里 也是无法控制的事情 可小薇由于前几次的欺骗 现在对男友一点都不信任 她甚至想让小田 把朋友的女朋友都叫来进行对比 你完全可以叫你朋友的媳妇过来 咱比比这头发 到底都知道是谁的了 人家整理一下 掉了个人头发 就不一不着的 一直在说这事 为了能取得女友的信任 小田主动要求给朋友打电话 想让他们来证明自己所说 都是实实 每次都是那 就那几个朋友 每次都是他们打电话证明 我还能相信吗 她是不相信我 你怎么说 她也就不相信你 哪怕你就把 真把这人叫过来 她 这么有暧昧 那我拿拿受得了呀 她对 她什么都受不了 我回家 毛巾干的 她也受不了 是啊 那我问你 那天 你几点回去的 凌晨三四点 我看完球就回去了 那你洗澡了吗 洗了呀 洗了为什么那毛巾是干的呢 说起毛巾的事 小田更加的委屈 好不容易 女友答应 让她跟朋友一起去看球赛 看完球赛之后 就已经三四点了 然后回去以后 当时她都已经睡了 然后我就 也没像平常似的 就是简单冲了一下 擦一下 那夏天这么热 擦完以后 你说毛巾能有多湿 然后就挂那了 然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周末 上班不是 可以睡个懒觉 早上七点多 就给我拽起来 那我做什么了呀 我就毛巾是干的 我也有事 你就是有问题 我就是不相信你 小薇你觉得毛巾干 能够让你猜想到 什么情况 我觉得她肯定那天晚上 就是在别的地儿过的夜 就为这事 把她打电话 让那个婚姆朋友证明一下 说一会儿去看球赛 你不相信我 那我怎么办 那我只能找人证明呀 她证明有什么用呢 我说我没事 你不信 然后我找朋友 跟你证明 然后你还是不信 每次都用那几个哥们证明 我为什么要去相信呢 你是信了 现在小薇对小田 是完全不信任 有次夜里小薇饿了 让男友出去买烤串 来回路程 也就是十分钟 可是小薇左等右等 就是不见男友回来 怎么也得有半个多小时了 才回来的 她告诉我 她一会儿在那等烤串呢 然后一会儿又说在吃面呢 下楼问人老板娘 来吃面了吗 老板娘说吃了 一遍来的 老板娘说那人那么多 我也没记忆生住 然后就说 你就多吧 你就背点我给你打电话 什么的 自己就走了 老板娘就跟我说 你这都找到什么媳妇啊 不管是小薇疑心重也好 还是小田真的在外面有点什么 小薇都不再选择相信 男友过去的欺骗 让小薇对所有男人都失去了信任 小薇啊 她不承认 她死活不承认 她做了哪些事 让你疑心这么重啊 很多时候 她也说清楚了 因为她不止一次两次的骗我 是不是原来说我成伤了 太不相信这些男人 太不相信她了 因为我觉得天底下男人 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小薇因为你从上台到现在 一直在说 她在外面肯定有人了 我永远不会相信她 她不管说什么都在说谎话 如果她在外面没遇人 你想跟她过下去吗 没有 我觉得 也不可能 她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吗 是的 你认为说 这是我唯一爱过的一个男人 因为她让我上特性 所以我再也不相信任何男人了 再也不会相信 因为小薇无疑 她是无意当中当了第三者 所以现在她先了为主 处处防范所谓的第三者 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人 真的千万不要去当第三者 你当了第三者 哪怕你最后占领了阵地 你扶正了 心里还是会留下阴影 小田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 叫一日行妾 终生为贼 这个话是狠了点 随着时代的进步 我们应该给每个人 改过自行的机会 从情感行为上来说 还有一句话 叫一日出轨 终生后悔 如果小薇没怀孕 你和前妻会那么快 离婚回来找她 恰恰是你认为她能够 正常地生于孩子 而且能够生下来 整个过程很顺畅 你可以做父亲 你才那么快地 结束了上一段婚姻 来找她 但是你找的时候 已经晚了 她已经把那个孩子留了 你在骨子里 是有贼的因 所以我认为她的担忧 是正确 如果要把自己的身上洗白 重新做人 首先第一点要夹着一把 你知道你曾经是个罪人 像你这样的人 基本上很难给别人信任 更何况 现在你要给她信任感的对象 恰恰是你出轨的对象 所以你到今天这个样子 你完全是活该 你们的感情是不够稳固的 至于你 小薇 强得来别人的老公 未必强得来别人的幸福 这就是小三复政之后 最大的引诱 而如果他也不夹着 一把做人的话 那又合了中国的 另外一句老话 众善因皆善果 众恶因皆恶果 俗称 报应 所以说你们俩好自为师吧 几位嘉宾老师 一针见血地说出 小薇与小田之间的问题 也许就应了那句话 小三永远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当然不管你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站在密室的小薇 对小田说出埋藏内心已久的话 毕竟我们曾经相爱过 可是你能 在你有前妻的时候 你背着他找我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也可能背着我去找别的女人 我希望好好想想 小薇的想法是对的 看来他把几位嘉宾老师的话 听到了心里去 最后小薇选择默默离开了现场 他没有从密室中出来 他放弃了这段痛苦的恋情 看视频的您 对他们的故事又有什么见解呢 欢迎关注小波罗 评论留下您的观点